新闻集警来看到,有八项交通为罪,包含骑车、讲手机等。 从6月30号起,不开放让民众检举,不过警察还是会开单。 而另外,为了强化光电开发的环境管理, 未来应实施环平的区域,除了重要湿地, 也纳入国家公园以及野生动物保护区。 最后则是,近来争议不断的博爱座话题, 卫福部社家署现在预告修正, 要将博爱座改教座优先席, 来看我们的整理报道。 博爱座争议事件频传,卫福部社家署在二十八号预告修正, 将博爱座改名为优先席, 也将条文中的优先适用对象从身心障碍者与老弱富儒, 修正为身心障碍者或有其他实际需要者, 民间团体则认为与其修法更应该多鼓励民众自主发挥理让同理心, 太阳光电板遭批评对生态环境攻城掠地, 环境部决定进一步管理, 过去只有在重要湿地才需要环平, 现在增加野生动物保护区, 特定农业区等区位, 另外山坡地的开发, 装置容量超过两万千瓦, 或是面积十五公顷以上也需要进行环平。 六月三十号开始, 八项交通为罪不开放民众检举, 包含骑机车手持手机通话, 驾驶人手持香烟稀食影响他人行车安全, 或是倒车没显示灯光不注意行人, 以及机车在人行道临庭, 另外像是交叉路口或消防车出入口五公尺内, 隧道或圆环以及在机场、 学校出入口临庭也都无法检举, 有不少人就质疑恐怕将来大围庭时代, 但提醒民众这些违规行为, 警察还是可以开单告发罚款, 呼吁民众受罚, 记者综合报道。